卫生局响应三二四世界结合并日 今年特别举办了 结合并防治宣导绘画竞赛活动 全县一共有29所的小学学童101人参加 而各组优胜的作品也评选出炉 花林县卫生局表示 在绘画的过程中 家长和孩子们共同讨论 结合并的防治方法 并用画笔来呈现 这也就达到了 防治结合并的卫教宣导的效果 一张张绘画作品充分表达了 防治结合并的方法和观念 这是花林县卫生局 第一次举办的 结合并防治宣导绘画竞赛 总共有29所国小学童101人报名参加 卫生局表示 在绘画过程中 家长和孩子会共同来讨论 防治结合并的方法和观念 这也就达到了最佳的卫教宣导效果 一般的民众都知道结合病 可是防治的部分可能都不了解 只是想说可能就照S光 然后S光有异常的话 那就是地段的护理人员会通知他就医 那一般的民众 比如说我们是想说 小孩子可能比较不懂传染途径 那从小孩子的教育方式去就是说找出结合病 他怎么传染的 然后他要用什么药物治疗 那这一次我们的比赛里面 还有小朋友把那个药物的名称都写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有达到我们就是说宣导结合病防治的目的 那家长都会上比如说疾管署的网站 或是幻线卫生局的网站去收集资料 然后再跟小朋友做卫教 让他们画出来说 什么是结合病 那到底比如说结合病 比如说关怀员送药 怎么送药的方式 他们都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就很成功的 就是说可以让校园 然后还有家庭 还有儿童的部分 都知道说结合病的传染途径 还有治疗方式 这次绘画比赛结果出炉 各组优胜作品得奖名单都公告了 而得奖的小朋友也开心的分享他们的心得 有上网收集了一些资料 然后把它合并起来 然后再去修改一些 然后用不同 有用那个彩色笔 然后也有用水彩笔 也有用蜡笔 然后去画的 然后我学到 我学到兜治疹符咒 兜治疹符咒 第一个步骤是送药到手 意思就是关怀员要送药到病患的手中 第二个是服药入口 服药入口意思就是 那个关怀员会看着病患撕下去 第三个是吞下再走 就是关怀员 意思就是关怀员会看着 看着病患把药全部都吃下去 他才会安心点 咳嗽两周是两分 咳嗽有痰两分 胸痛一分 没有食欲一分 体重减轻一分 五分一样请就与检查 确认是不是结合病 只要你配合医生开的药 你都可以劝 为了避免群聚感染 卫生局没有举办公开颁奖典礼 而是把奖金和奖状亲自送到得奖的学生学校 也给孩子们最大的鼓励 借旅会欢视报道